麻煩你 喇亮哥 你都這樣 不會是黃世傑 應該是林士堅 林士堅 這個 因為這個有幾個東西很奇怪 因為你沒有錯你買了他到貨 到貨都不用驗 所以因為你到貨你就要付錢 比如說高雄市那個 當然9500萬那個錢還沒有付 可是我們知道 有200多萬劑流入市面 那顯然就是比如說消防隊 他的貨到了他就收了 他收的是要付錢 結果我們是衛福部只要公告EUA 核准的EUA 然後之後個別的貨到各單位 他就不管了 各單位怎麼有能力驗貨 這裡都沒有一個管控流程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太奇怪 他把它當作普通衣材 你知道嗎 比如說我們去做健身 這個健身用品 他已經通過我們的審核標準 所以大家就自由去進口 他把它當作普通可以販售的商品 你知道嗎 這個是EUA 這個並不是我們所謂已經可以上市 然後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自由販售的東西 你看疫苗你竟然也是要抽鹼 沒錯 對不對 EUA的東西你怎麼可以沒有驗貨的流程 所以我說奇怪 我們吳秀梅秀梅姐 你怎麼失蹤那麼久 對 對不對 斜巡秀梅姐 所以真的是 我們那個國賓女婿一軍真的是 人比較老實 其實我也蠻喜歡她的 可是就是食藥署 吳秀梅你要出來回答吧 一軍只能出來擋子彈 這個劉一軍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驗貨這種東西 我坦白講 海關也沒有人力驗貨 這種醫療器材 而且是EUA的東西 那你現在變成說 我消防隊下訂單了 他到貨了 到貨我就付錢 因為奧運部已經公告EUA了 所以我們都信 不會有人搞假貨 都是真的 因為我後來去查那個Flowflex 他3月1號美國FDS公告網站 說有假貨混在其中 所以請消費者要注意 那表示在3月1號之前 在美國在歐洲 都已經賣一陣子了 那他因為他有好幾種產品 Home Test 那這個是快篩 家用的 Home Test那個好像是可以 可是快篩這個就是不行 這個我們一般人怎麼會知道 對不對 所以國民女婿你老實人 我知道 我坦白講我也分不出來 是啊 我是那個我是君子 可是小人在外面 小人在外面 小人你不幫我們驗貨 不幫我們抓 我怎麼知道 這個也不是羅伊金去抓了 是食藥署該去抓 而且食藥署下面真的有很多人員 是派出去查的 對 所以吳秀梅完全失職 不過這個民進黨 把兩岸的事情都往政治推 真的是很奇怪 比如說吳釗燮講了一個更離譜的事 他說我們跟中國做生意 那他就是把賺了錢拿去發展軍備 你是在說什麼 我們對中國是順差 我們賺了700多億美元 那他是不是不要跟我們做生意 讓台灣發展那麼多武器 你到底在說什麼 那如果說真的他要搞政治 要來搞兩岸的貿易 來懲罰台灣 那他只針對石斑魚 石斑魚的總出口量 只有5000多萬美元 他隨便針對ECFA的製造業 每一項都超過這個金額 他為什麼不這樣搞 拜託我就是 這個要講話 要憑一點事實根據 對不對 那而且他又扯到那個什麼 這個白帶魚 說那個包裝有新冠病毒 你去看中國對所有國家 是不是都這樣做 據說中國對新冠病毒非常非常的嚴格 包括南美白鯊 越南的火龍果輸入中國大陸 也曾經被驗出一個信 是嗎 因為那個包裝 或者運輸過程感染 那不一定是台灣的責任 可是他照樣進 因為他就是要清零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 你都已經當立委 當了外交部長 你起碼要根據事實說話 為什麼我們對ECFA 小英那個時候在2012年就這樣 他如果當選就概括承受 那後來他就真的承受了 因為他發現有一些貿易 還是對台灣有利的 他沒有必要去停止 人家做生意做得很辛苦 你一下就給他上綱到政治 你把他拜託 你陳其中不去協調 看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還在那邊胡著什麼 趁我確診來突襲 你是老幾拜託 他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拜託好不好 不過要問一下亮哥 這個美中的對抗底下 你看到中國大陸現在的發言 感覺比以前更加更加的 微妙跟緊縮 把台海內海話 這個我第一次聽到 這應該是第一次吧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的報導真的是 沒有精準的報導 我跟你講那個 中國的外交部是怎麼講的 他是說台灣海峽不是 不是國際水域 那兩岸在這個地方都有所謂的 內水 領海 那也有瓶林區 然後還有經濟海域 就是兩岸海裡 那兩岸是重疊的 那我們尊重其他國家 船 舶 軍艦 在這個地方所有有關海洋法的權益 他是這樣講的 所以他主要的說法是說 這個絕對不是美國所講的 國際水域 美國說這是國際水域 他並沒有說台灣海峽是中國內水 或者是什麼中國的什麼領海 他沒有這樣講 因為這樣講 是絕對不可能成立的 我跟你講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有領海的 那接下來就是有那個瓶林區 比如說金門跟馬祖 那個不知道怎麼定 我不知道 那接下來就是經濟海域 各有兩百海裡是重疊的 那至於中間 你只要各十二海裡超過 這個就是公海 公海本來就可以航行 對 本來就可以 他怎麼可能去講說 這個地方是我的公海 是我的國際水域 大家都不能來 怎麼可能這樣講 事實上你去看萬文兵的發言 你就知道了 是 所以我們台灣 就直接給他扣上去了 他說台灣海峽就是中國的水域 對 因為這樣一聽起來覺得很可怕 不可能這樣全世界怎麼可能 這完全違反國際海洋法 來請教兩個 台灣 台灣美國軍人早就已經離開了 1972年以前就離開了 以後就離開了 所以您怎麼看 這個日韓關係破冰了嗎 不容易 這個 因為韓國跟日本的利益還是不一致 因為韓國要處理朝鮮半島的問題 還是需要中國 日本不一樣 所以韓國再怎麼樣 雖然這個隱形業已經算是 對中國比較強硬表態 可是真的他如果開始處理北韓問題 他沒有辦法對中國太強硬了 因為中國有時候可以幫他處理一些事情 所以我認為 然後日本跟韓國的矛盾是 你剛剛講慰安父子是其中之一 還有強制勞工的賠償問題 現在也沒有結果 可是 現在是這樣 現在事實上是 日本跟韓國在美國的鼓勵之下 想要在亞洲搞小北約 所以兩個人大概6月28號 會去參加北約的峰會 這個才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坦白說這個大概也是中國比較關心的 就是說你真的要參加北約嗎 你參加北約是什麼意思 你要知道北約的假想敵就是俄羅斯 是 所以俄羅斯也在盯著日本看 所以俄羅斯最近對日本都很不客氣 你看他對北方四島等等 都非常不客氣 那岸田文雄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他對俄羅斯也非常不客氣 滿強硬的 真的非常強硬 這個日本歷屆首相罕見的 對俄羅斯如此公開 而且他已經不只是半導體科技零組件 做抵制 還進一步 對有一些電機機械一些東西 也進一步做抵制 我們台灣都沒有這樣做 我們台灣事實上 在這個部分是做得比較謹慎 他比我們站得更前面 非常非常前面 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是不是他 美國希望他強硬表態 然後歡迎他加入五眼加一聯盟這樣 然後歡迎他變成北約的成員 可是他如果加入北約的話 我看俄羅斯會跟日本發生很嚴重的衝突 我覺得韓國不至於 韓國真的是會比較謹慎 對 對